俗话说玉黑三分补 所以黑豆时常被运用在像是食补和料理中 因为它的豆皮和豆仁都有营养价值 在台南夏营区的台南三号亲人黑豆 它的粒粒饱满 品质优良 再加上种植面积全台之冠 因此让黑豆成为了夏营三宝之一 黑豆的产棋其实有分一棋座跟二棋座 以我们台南地区这块田区而言 它大概是二棋座的产棋 中秋之前得播种完成 然后大概12月到1月的时候做收成 夏营基本上都是以台南三号为主 大概是全台南种最多的地方 台南夏营地区每到黑豆采收季 就会看见大型机器在田里忙碌的景象 这是因为要趁着黑豆结痂干燥时赶紧收成 好进行后续的农产加工使用 采收后的黑豆必须经过适当的曝晒 干燥度约12度 最后再经由机械选豆过程 出货到各地销售点 台南夏营的黑豆在农会的推广下 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产 黑豆除了具有降低血压 胆固醇 以及促进新传代谢的功用外 它也是天然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之一 三号青人黑豆它的养分就特别高 三号青人黑豆就适合做生计 尤其蛋白质的含量 它是肉类的两倍 鸡蛋的三倍 牛奶的十二倍 黑豆本来就是一个养生的食品 江丁兴因为深知黑豆滋博的好处 为了能够多面向推广这来自大地的好食材 所以它研发了许多黑豆相关农产品 让民众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简单享受到食用黑豆所带来的好处 黑豆状元茶里面我们以黑豆为主体 我们加了广金 荞麦 绝敏 玄米 牛邦 你就可以当作一个茶饮集合 因为它可以讲干解毒 日盛补气 腻尿 消水肿 而且又好安宁 随着养生概念的崛起 也让许多家庭主妇 开始注意到天然食材的运用方式 邱文玲就将黑豆巧妙地运用在家庭饮食中 天天都能以食养来照顾全家的健康 带奶油溶解之后加入棉花糖 然后搅拌 然后再把奶粉跟黑豆粉 把它夹在一起拌一拌 等待棉花糖变成糊的时候 把黑豆粉跟奶粉加进去 拌到它把那个奶粉跟黑豆粉 熟起来扒住 是时候再把饼干 坚果 以及莓果 下去稍微拌一下 再把饼干坚果跟莓果放进去 只要把刚刚弄的这些棉花糖 把这些饼干包住即可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调好的这个雪Q饼放入盘中 接下来是要把它搓一搓揉揉揉 让它可以扒住刚刚做的棉花糖 然后进行加出它的形状 这样就好了 让它冷却凝固 会听到酥酥脆脆的声音 那黑豆是因为它是豆中之王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切纹素跟铁质 所以我做这个甜点也可以给小朋友吃 那小朋友都吃得很开心 对 那加入黑豆粉香气更好 黑豆有豆中之王的美称 因为富含优质蛋白低热量的特性 同时还含有可抗氧化的黑豆色素 因此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 是十分受到欢迎的古类杂粮 以台南下营产地最为知名 黑豆是大豆的一种 因为种皮呈黑色 所以称为黑豆乌豆 早期的栽培集中于台湾南部 1990年代台南农业改良厂 开始进行本土黑豆品种的血液及改良 培育出新品种的台南三号及台南五号 为台湾黑豆产业开创新机 台南三号是青人黑豆 适合养生食用 台南五号是黄人黑豆 则适合制作硬油 蜜黑豆等各有其应用价值 黑豆的营养成分丰富 除了蛋白质含量高达49.8% 另外还含大豆黄铜 维生素B群 铁矿质元素等多种维生素 因此是日常饮食中不可多得的好食材 1.8%